中秋廉價第二天你有出門旅遊嗎 屏東景點車況比昨天第一天好得多 除了東流線交通船同樣加開班次出運 南下墾丁的車流每小時還是有2000多部 不過車流還算是順暢 至於海邊吸水的遊客呢 因為不少人上岸之後都沒有依照規定戴上口罩 相關單位也派出人員來加強勸導 至於恆春警方呢則是查獲 有潛水業者違規以貨車的後車斗來載運潛水客 你把藍茶凱蛋糕罰 難得脫下口罩換上比基尼 當然要投入大海的懷抱 一二三跳 墾丁南灣這群年輕遊客搭著遊艇出海 享受比海藍天還嘗試新活動水上摩坦 漂浮在水面上超級放鬆 來墾丁玩水的感言 很放鬆 很快樂 喊起來 天氣超好 廉價第二天人潮塞暴肯定各大景點海邊 南灣白沙灣後壁湖都擠滿遊客 不少人一上岸就忘了遵守規定戴上口罩 相關單位也派出人員加強巡邏勸導 不知道在想嗎 其中後壁湖海邊背著氧氣桶準備潛水的遊客 或是一團一團浮潛旅客 讓水上活動業者荷包賺寶寶 來潛水來練習 什麼東西買給他 記者也直擊像是這台貨車 小小的後車斗就擠了六個潛水客 而且都沒戴口罩 奔馳在路上的鄉行車貨車 也都違法載運潛水客上路 轄區分局也開單告發 事實上跟前一天相比 19號前往墾丁的車潮明顯減少 南下台一線加上台17線的車流 平均每小時約兩千多輛 雖然沒有塞車 但車型速度還是相當緩慢 而18號晚間的墾丁大街 人潮大約已經回復到 疫情前假日的七八成 尤其是臉書社團上 這張網友PO出的照片 看起來更是萬頭鑽動 人與人之間完全沒有空隙 讓人擔心成為防疫破口 出來炒一下去外面 墾丁大街攤商特地提早擺攤 增加備貨要趁廉價重播 肯丁旅宿業者也開心 廉價平均住房率都有八成 包覆出遊讓肯丁出現久違榮景 記者靈安平 評論報導 李宗盯 民視聘人 議員 榮